来关注强降雨天气 从6月18号到19号 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天气 多处路段 民房被积水淹没 来看贵阳市民用手机拍下的镜头 倾盆大雨 让外出的市民猝不及防 在贵阳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A口处 大量积水顺着布梯与扶梯 不断往地铁站内涌入 地铁站口的水位 达到行人小腿的位置 喷水池站临时关闭 同样 在云岩区大营坡附近 暴雨至严重积水 不少车辆在小区内被淹 水深超过一半车身 家住石板镇的刘先生发布视频 暴雨导致他家被淹 卫生间 客厅布满积水 水深达到20多厘米 不少家具被浸泡 而住在花果园小区的 卢先生反映的积水情况更为严重 直接影响小区所有住户的出行 副二楼的那个淹的深度 基本上淹的有一米多深 然后电梯井啊全部都被淹 我们现在所有的电梯啊水啊 都是停起的 现在还正在那个 还正在抽水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